登场的第3片主板依旧是这个华硕的B85Pro Game 有了前面两次的经验呢我感觉这个我都可以不用 测试直接秒杀了 但是 还是给他接上电源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吧 插电先不开机看一下这个供电是否OK 依旧是熟悉的位置 熟悉的电压 这个供电居然已经偏高到1.9伏了 完了这个南桥估计 估计凉凉了这个南桥 供电偏高我就不开机了直接把他南桥散热片拆下来 开始把电路给他改掉 改完电路之后我们再来开机测试一下 这个1.05伏的M1供电偏低的话就会导致不跑马 偏高就很容易烧南桥 改完供电之后开机主板是可以正常跑马的 但是跑着跑着他就掉电了 跑到55就掉电了 55掉电那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表面上来看55是内存导致的 那我给他内存换个槽试一下 这个内存在刚刚那两片主板上面都是可以正常跑量级代码的 把这个内存插到第2个内存槽再来试一下 依旧还是一样跑55掉电 这种情况呢 就不需要再去查一些其他的电路了 时有时都是南桥坏了 直接话不多说把他南桥给拆下来 清理干净南桥的焊盘给他直接把南桥换掉 这种南桥也 背货也是比较多的 特意为这款主板这个型号的主板背的 换的实在是 有点多了 OK把这个南桥给他换上去 换完南桥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跑什么代码 开机 跑码已经跑过了55 停在了63这个位置 这是因为换了南桥之后还没有刷bios 所以他会亮机慢 在 63这个代码这里卡一段时间 卡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跳过去跳到b2了 b2就已经是正常的亮机代码了 换了南桥 所以下面再给他刷一个bios 这款主板的bios是直插的 刷完之后再来看一下跑码的情况 跑码很流畅 没有一点卡顿 一路直接标到b2 OK 这个主板处理了me供电 更换了南桥也算是 成功修复了 下面欢迎这位小老板的最后一片 b保五主板登场 b保五主板登场